哈喽大家好,我是貂蟬,今天讲人工智能毁灭人类的电影《杀戮指令》 故事发生在科技发达的未来,阿美是一个由人类改造的半人半机器女孩 有着许多机器人的功能,也拥有人类的情感 她制造了很多厉害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这天,她观错到公司的机器人训练岛出现大批异常数据 因此,她收到指示与一军海军陆战队前往机器人训练岛调查 登陆后,几个低等级的机器人在监视着他们 接着就出现了带武器的机器人 队员们固执战术,轻松团灭掉机器人 阿美在现场附近发现了指挥作战的BOSS机器人 自己居然无权查看她的信息 第二天清晨,一行人又受到机器人袭击 这次的机器人比昨天强很多 队员们进行顽强抵抗,但没什么作用 直到阿美出现,机器人就莫名其妙撤退了 队长开始怀疑阿美和机器人联手 阿美解释,机器人原型虽然是她设计的 但机器人的编码与自我改造能力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他们在房间里发现了大批未激活的机器人 阿美激活其中一个来搞清楚状况 原来这些指令都是那个BOSS机器人所发出 此时,门外的机器人追杀进来 一行人只能逃跑,来到另一个基地 他们准备在这里与机器人大军决战 在阿美的领导下,队员们奋勇杀敌 奈何机器人数量庞大,他们仍然处于下风 阿美引爆脉冲炸弹,重创机器人大军 BOSS机器人追杀他们,将他们逼到楼里 在即将盗取阿美脑中数据库时 装死的阿美给旁边的枪械发出指令 杀死了BOSS机器人 她临死前把自己所有数据传入阿美脑中 导演就这样结束了电影 安排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同时也给下一步做下影子 好了,喜欢的朋友们点个赞吧